《書劍恩仇錄》 開創了TVB金融武俠劇的先河 透過影視劇集的傳播威力 金融作品的影響力 席卷全球華人社會 電視劇過去五星電視 拍過很多小說 好像《書劍恩錯路》 《神調小女生》拍得很好 《誰的英雄戰》 我覺得比較滿意 主要他們沒有太大的改動 大致的小說 主要拍得很認真、用心地拍 不得我就下句也很好 我觀眾也喜歡 給你 《書劍恩仇錄》, 斬路鋒鋒 而真正令金融踏上高峰的巨著 就是兩年後的《蛇雕英雄傳》 也是金融作品中改編最多的小說 而TVB在1982年 第一次開拍《蛇雕英雄傳》 更加做了一個市場調查 我的公司最近有過一項市場調查 證明這部《武漢小說》 都很受觀眾歡迎 所以雖然以前的語語片 歌語片, 甚至電視都拍過 但我對這次重拍一樣是敢有信心 《蛇雕英雄傳》的人物個性鮮明 選角成不成功 是決定劇集成敗的關鍵 尤其是當男主角郭靖 拷定黃日華之後 女主角黃蓉的人選一直遲遲未有決定 於是公司就舉辦理想黃蓉形象施鏡 因為黃蓉在傳書裡面實在是至為重要 在蛇雕英雄傳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 就是黃蓉 黃蓉可以說是全部蛇雕的靈魂 如果沒有黃蓉 根本全部小說都請者有無法治療 人物性價格, 無法發揮 如果用現在的口味來形容黃蓉的人 應該是呂強人 因為他除了聰明年來之外 金蓉寫這個人物的時候 寫到他能夠進廚房 又可以上大堂, 進廚房 就是他煮菜煮得好之外 很多大場面出現的話都毫不順適 這個人物在家來說就是所謂呂強人 但他有一段, 爸爸逐逐去桃花島 是要他嫁給西獨的嫉子歐陽公子那一段 他如何反抗, 如何仍然跟郭靖相愛 又看後段是為了哄紅七公教功夫給郭靖 煮東西給紅七公吃那一段 又看他在最後一段是為了依郭靖 就是兩個人上大理國那裡找段王爺 歷鬥如潮更獨 那幾段充分表現出黃人的性格 是多麼敢做, 多麼要做就去做 這個女生的性格是… 我相信在金蓉筆下 都是一個挺得人歡喜的女主角之一 最後由聰明靈動的翁美靈 在眾多試鏡者中脫穎而出 在很多人心目中 八三蛇雕英雄傳的黃蓉 就是最經典、最全神的黃蓉 就是最經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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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經典的 長期, 你們 對吧 你當時是怎麼做的? 《射雕英雄傳》取得空前成功 電影金融宗師的地位 而在過去的訪問當中 金融也多次強調 人物就是小說成功的關鍵 你的讀者非常廣泛 像世界各地的 你認為你的小說 在哪個地方最吸引的讀者呢? 我估計第一原言是 因為書是寫中國社會、中國人 是中國主題的 同時的形式是很明俗的風格 都是用中國傳統的方法來寫的 第二, 我的書是寫著人物的性格 看到讀者看了之後 還要記得郭靖和黃蓉和黃蓉和黃蓉 我覺得可以享受 說起郭靖和黃蓉 在你這麼多套的武俠小說之中 你最喜愛的男女主人翁是哪位? 很難得慌的問題 因為我寫美到小室的時候 都很投憶 好像男主角、女主角 甚至比較自由的人物 我都失身吹地的 是一種彈藥代的感覺 我們看